上個禮拜的這個,這個應該是帕取TQC官網的這個Links 它裡面有很多連結 那個連結的話,其實最麻煩,以後如果你要抓的是網頁裡面的超連結 因為這個超連結,這個網頁裡面 數量通常非常多 可能有幾百個,像剛剛那個 ET Today裡面的五百多個,五百多個,當然如果數量少可能只有 十幾二十個,你可以用算的,第幾個,反正我要的不是全部 我要的是第幾個到第幾個 那你跑回圈的時候不用全部 可是如果你假設數量很多的時候,那就不太適合 那我如果想要用上一個禮拜的這個方法 就是我 直接拿這個 這個 裡面的,這邊有很多 那我要的其實是這個區塊 這個Links 那我可以怎麼樣 在Links 上方嘛,比如說第一個按右鍵檢查一下嘛 上禮拜有講到 然後呢,我就直接抓什麼 往上的這一層 那你會發現 像這個網頁蠻怪的 它 如果你把它的那個寬度有沒有 拉 窄的話 它其實會變得 有點像手機的畫面 它其實會自動偵測寬度啦 所以有的時候你可能要 稍微看一下 那這樣子 如果你變手機模式的話 這個 它的原始碼會改 所以可能要注意一下 那我把它 右鍵 大概這樣好了 右鍵檢查一下 不過你說老師 如果這樣子我不能拉寬 看起來很累 那有沒有什麼方式 可不可以不要讓它那個寬度改變 然後我又可以看到原始碼 我教各位一個方法 你可以找到這個 這個 開放模式 的上方有一個三點 三點裡面的話你可以點開來 點開來之後的話 那其實 就會有一個 我也蠻常用到的 這個功能叫什麼 叫Dark side 意思說你要停在哪裡 預設的話是停在右邊有沒有 就是右邊的這個地方會顯示原始碼 可是如果你放右邊 它會影響寬度的話 好那怎麼辦 我一般習慣把它改成 停在下方 那如果停在下方就不會影響寬度啊 所以你可以把它點這個 Dark side有沒有 可以把它改成 有沒有 Dark to button 停在下方 OK 好 那這個時候呢 你在按右鍵檢查的時候 它顯示出來的 原始碼 就會在下方顯示 有沒有OK 那這樣的話其實就不會影響寬度啦 那個主要是 有些網頁喔 你如果調整寬度的時候它會變啦 所以如果假設以 這樣來看的話 那你可以把它 停在 下方應該不影響 那上個禮拜的話我有講啦 其實這一個class 其實是 這一層啦 所以其實你可以找這一層 裡面所有的超連結 那就可以把它通通抓回來 應該就不會有 抓到其他的 不然的話啦 如果你要用那個 抓那個標籤的方式 是可以啦 可是要算很久 上個禮拜我是Ctrl F 然後用算的話 好像這個網頁還比較少一點點 它總共有163個 我還真的很認真把它刷 而且還真的算對了 不過好像有一個誤差值 反正 不過啦 雖然可以 但是並不建議 當然如果你懂得 利用先抓第一個class 再去抓裡面的東西 是更好的 那利用同樣的方式喔 不過喔 如果你做完之後 你想要把它恢復的話 一樣3點 把它大個塗什麼 塗right就好了 它又恢復了 我這樣感覺比較習慣 好 那我們其實可以這樣做啦 可以拿上個禮拜的 這個 Patch 有在第幾頁 第 13頁的地方 那拿這個當範本好了 所以把這個範本 把它Ctrl C 然後直接Ctrl V 貼到哪裡呢 貼到 我們一樣建一個什麼 PatchET的對焦點新聞的一個sub 然後呢 把程式呢 通通貼上 貼上去 貼上去之後 記得啦 反正你第一件事喔 一定要改它的網址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網址會多這個 問號front 這個不要 就這一串 把它複製一下 因為常常 同學都會很常發生一個錯誤啦 就是一把 結果發生錯誤了 為什麼 你網址沒改 你怎麼還是 TQC 你明明是要 ET的對 結果你 沒改到 記得喔 反正拿範本貼完之後 記得第一件事 一定要改 他的 這個網址 好 第一個 那第二的話呢 就是什麼呢 再去ET的對 找到你要的特徵 這個這一塊按右鍵 檢查一下 然後他這個class的話 我剛好查到 應該就叫這個名稱 記得喔 你要確定一下喔 這一層不對喔 所以往上這一層 然後點兩下 把這個class 複製一下 那我們就可以抓到什麼呢 抓到這個class OK 那抓到這個class之後的話 再針對這個class裡面的第0個 把它的裡面所有的那個超連結呢 通通都幫我把它抓回來 我把它放在一個 名稱 一樣喔 叫link 然後呢 底下的話 就是全部抓啦 所以一個是連結 一個超連結 那這樣應該就寫 好像不用改了 所以基本上 我主要大概改了幾個地方 貼上的時候的話 第一個 一樣改超連結 第一個 第二的話呢 就改class class名稱 然後 其他都沒改 好 我們來亂亂看好了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就是 我剛剛有run一下 我發現 應該是沒問題 可是還有其他的問題 那我把它執行一下 OK 有耶 是不是什麼 愛貓 蛋卷 圖病室 OK 然後 好 為小姐薪稅 宣佈YT 停更 我發現最近很多YT頻道都停更 而且是還蠻多的 而且很大的 百萬訂閱都停更了 其實不知道為什麼 然後呢 這個地方有幾個問題 我看 好少文 我看一下是不是對的 好像不太一樣 這邊有 那應該又是更新的 所以你會發現 像YT today的更新速度還蠻快的 第一個是不是 不一樣 這個又不一樣 OK 等一下再check一下 好 那假設 我們就把它抓下來 不過 除了抓下來之外 等一下檢查看看 第二個還有發生另外幾個問題 包含就是說你抓到東西 奇怪 為什麼它多一個空白列 然後後面又一個 同樣的超連結 又一個空白列 又一個 同樣的超連結 這好像是另外要解決問題 所以如果要解決這個問題 我不希望有多一個空白列的話 該怎麼做 再來的話 後面的超連結 你現在直接連結 沒辦法連 為什麼 因為它前面About的冒號 這個沒辦法 所以如果你要把它變成一個 真正可以連結的一個 超連結 那變成你要把About的冒號 怎麼樣 這個要取代成什麼 取代成 HTTPS 然後冒號兩個斜線 ETtoday.net 然後 放在前面 也就是說這樣 有點像這樣 把ETtoday這個 這一串有沒有 不包環斜線 把這一串 你變成要把它放到哪裡 放到About的冒號 有點像取代 一個就好了 就類似像這樣 那這樣的話才可以連到那則新聞 不然的話 你假設沒有把它取代掉的話 那會有問題 可是問題要怎麼做 我想請各位先試試看好了 抓下來OK 可是抓下來新聞可能在check一下 是不是我們要的 那第二個延伸性的問題 我們要的資料裡面 有一些空白列不需要的 那如何把它去除掉 就不要抓到就OK了 還有呢 超連結部分 我如果希望呢 把它做到是真的可以連結 那該怎麼做 那請各位先試試看好了 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 然後 谢谢观看